大家好 要想兰花长得好啊 施肥就肯定少不了 但是呢 我们这个兰花施肥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六点 那么我们把这六点注意好了 我们后期呢 怎么施肥这个兰花呢 都能够长势非常好 也不会吃错肥 那么我们要注意哪六点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不同品种的兰花的它的虚肥量是不同的 就比如墨兰的话呢 它的虚肥量是最大的 那么我们呢 平时可以啊 适当的多施 但是啊 就比如春兰的话呢 它是虚肥量是比较少 那么我们就不用平凡的施肥 一个月呢 给它撕一到两次的这个薄肥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看兰花的植料 如果兰花的植料呢 主要是以颗粒植料为主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了啊 施薄肥轻肥 但是如果是以腐质土为主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要少施肥或者是啊 不要平凡施肥 那么第三点的话 就是如果你的兰花这个苗啊 是壮苗 长势比较好的苗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啊 多施勤施 但是呢 一定要施薄肥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苗是弱苗 脑苗啊 或者是一些病苗的话呢 那我们最好就是啊 不要施肥 因为施肥的话呢 它的根系受不了 很容易产生肥害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我们如果是根部施肥的话呢 大家一定要沿着盆壁浇灌 不要了让这个肥叶啊 溅到这个叶芯里面 然后呢 可能会导致叶芯腾 那么如果是喷湿叶面肥的话呢 大家要注意一定要啊 以喷湿背面为主 因为呢 兰花的这个叶面气孔啊 全部都是在背面的 那么我们喷湿背面呢 才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吸收效果 那么第五个呢 就是看温度 如果气温呢 低于10摄氏度 或者是呢 高于30摄氏度的话呢 我们就尽量不要施肥 因为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兰花呢 它会处于一个半休眠状态 这个时候呢 它对这个肥料的需求是特别低的 我们基本上就不用施肥就可以了 最后一点呢 就是施肥的时间 我们施肥的时候呢 不要再阴雨天气 也不要在下雨的时候施肥 也不要在中午的时候施肥 我们施肥呢 最好就是在傍晚的时候施肥 这样呢 不仅土温和水温呢 相接近 而且呢 我们这个时候施肥也不容易产生肥汗 下雨天或阴雨天 如果施肥的话呢 这个肥水啊 这个水分呢 很难蒸发出去 那么盆土长期处于湿润状态 那个肥料呢 一直是积累在这个盆土里面 也容易导致烧根的情况 所以呢 我们再给兰花施肥啊 了解了这六点 那么 我们给兰花施肥 怎么施肥都不会吃错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